那一年 武昌城下一声枪响划破帝国的漫漫长夜 110年过去 从黄鹤楼上俯瞰 当初那些炮火纷飞的街巷已很难辨认 那些貌似推进的士兵和学生们也早已不在人间 他们是小人物 想做的很多 能做的有限 但他们也是大人物 正是在那个夜晚 他们成为撬动历史的支点 为中国启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革命者 武昌首义那一枪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在1911年10月10号那个不眠之夜 很多革命者为了推翻一个王朝而将生死置之度外 同时也有很多普通人被卷入了这场风暴 据统计 在武昌起义后的最初几天 武汉被杀的满人总数超过一千 大战将临 而武昌城却还像一支没有舵手的战船 在汉口租界区 各国领事们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望远镜 通报了北京总领馆 并各自派遣士兵开始搭建攻势 各国军舰和蜻蜓水师纷纷向武汉江面集结 蜻蜓派出的英昌率领大军也走在南下平乱的途中 危惧当前 谁来把狂躁引入冷静 把乱局导向理性 狂风骤雨之后的武昌城 急需站稳自己的脚跟 起义第二天上午 党人李次生把两面九角十八星旗插在了湖北资议局的大门口 年轻的士兵们在湖北资议局门口合影留念 毕竟这里如今是革命军的总部了 在资议局 蔡济明 吴醒汉 张正武等革命党人 议长汤化龙为首的一些议员以及一部分汉族官员 三种不同背景的人做到了同一个会议室里 在这个商讨的过程当中 那些地方官员一个个进入寒蝉 都不敢说话 都不敢说话 也不愿意介入 但是立宪派人士 就是湖北资议局的这些议员 都表现了比较凌合的 顺应革命党的这样的态度 或者说 那我们就请汤下人你来这个指挥 汤化龙这是犹豫了 汤化龙讲 政治上我可以帮你们 说兄弟这是个为人 军事上是我可不敢的 这些都是真话了 汤化龙就出主意说 你们去找一下李源宏 吴独有偶 推李源宏的方案 在起义几个月前革命党人的一次秘密会议上 也曾被讨论过 这个会议是什么内容呢 这个会议就是革命成功之后 推举李源宏为兜兜 当时我的父亲呢 就提出来 不同意 他说 我们党人里面有很多这个 怎么不能够担任的赌督呢 结果呢 就是蒋亦武 刘千惠就在做那个 有很多人做这个工作 他说 一个是李源宏啊 他是 他对那个新兵里面呢 这些知识分子很爱护 很厚道 第二个 他是湖北的总统帅 就是很有影响 在此一局 曾经参加过宝通寺会议的蔡继明 提到了李源宏 这与汤化龙的心意不谋而合 问题是 李邪统到底去了哪里呢 先是在他的司令部 把一些军官 他的这个 第二是一混成邪的军官 能够召集的 都召集到这儿做的 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他当时是一言不发 就这样做着 这样 让大家又在这儿 你们也不要乱动 后来看到不行了 就让大家都隔回隔标影 他是站在清朝那一方面 而且有一个有一个革命士兵 跑到他的这个邪司令部来召唤 但其他的革命党人起来 响应起义 还被李源宏杀掉了 李源宏原来是没有革命思想 甚至于反对革命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李源宏先后躲入两个部下的家中 但是第二天中午就被人寻了出来 有人说他当时藏在床后 有人说他正坐在屋里 但更多的人相信他是从床下被拉出来的 李源宏是躲到他的部下家里边去了 但是也很难讲究什么藏在床底下 藏什么床底下 打过仗的人怎么藏在床底下去 反正不管是哪种情况 他当时是 是 避在 参谋 刘文吉的家里 这样 革命的士兵 就是陈正寅他们 这是陈正寅他们找过来的 就是开了个第一枪的那个 这样就 把李源宏 就硬拉出来 李源宏就是你们谋害我 李源宏当然是坚决不肯了 谋害我啊 你们不能开的 我不能搞啊 他不太愿意做 不太愿意做 也有些军官呢 也要就强迫他 又要杀他 又要这个 那 都被 被吴兆林给制止了 就是保护他 一定要让他来出山 10月11号晚 鄂军政府宣告成立 众人一决 废除清宣统年号 改用皇帝纪年 4609年 这个时候需要发布文告了 发布 第一份文告 安民告示 就要李源宏签名 最后是 中华民国 厄军都督 当中空一个位置 李 都督李 李源宏叫死活 也不愿意去签这个字 是一个革命党人 是学生军 就是这个 测会学堂的 学生军 革命党人 李易东 又叫李细平 他开始 是拿着枪鼻子 李源宏 要李源宏签字 李源宏不肯 最后 你不签字 我来带你签 所以那个李一字 是李易东签的字 整整三天 被软禁的李源宏 不心证悟 不吃不喝 也没有说话 就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汉口汉阳 相继被 其一部队攻占 并建立军政分府 陆军大臣 英昌率领北洋军 一个镇两个协 沿京汉铁路南下 很快到达 玉厄交界 却又迟疑不前 李源宏发现 形势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糟糕 三天了 他说 行吧 既然你们都用我的名誉 发了这个公告 那个公告的 把老李的名句 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只好 跟你们一起下火了 所以我们去看水浒 我们就知道 那梁山不是谁主动愿意去的 是逼到这个费用的话 你不去 有了黎元宏的配合 厄军都督府的管理和施政 开始步入正轨 经过正式召会和协商 各国领事馆承认 革命军队为交战团体 并承诺严守中立 缓解了武汉的危局 这一外交成就 距离武昌手艺仅仅八天 在世界战争史上 实属罕见 10月14日 湖北军政府军务部 贴出募兵告示 所到之处 工农商学退伍军人 无不争先恐后 起义之后不到一个礼拜 士兵人数已经从4000直破2万 亲编5个协和工程 资重各一营 起义军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民军 上战场的士兵投入到前线的士兵 有的是刚刚的发了步枪 就直接拉到汉口前线去了 根本的连一次的射击都没有训练过 这样的当然就完全凭了一股革命精神 首举异棋的熊炳坤 从一个班长级的政务 变成了旅长级的协同 参与武昌起义的第一批革命党人 因各种原因后赶来的革命党人 还有一批反正的清朝旧军官 全都走上战场指挥作战 有很多新军都是 本来可能就是个班长 后来就一下就变成团长 变成一个协同 变成一个旅长 但我想他并不因为他的职务的提升 能够提高他的战争指挥能力 不一定 英昌大军在湖北孝赶扎下大营 先头部队沿金汉铁路射口南下 经过三道桥直扑刘家庙 10月18日 民军与张彪残部和少量援军在刘家庙第一次交手 虽然清军有舰炮相助 但路上却遭老百姓破坏铁路 军民一股作气夺下刘家庙 杀清军数百 获取大量武器弹药和补给 首战告捷 武汉陷入一片狂欢之中 中国园外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可持续商业发展 遭遇哪些挑战 他们觉得既然你是一个援助项目 你为什么要从事商业化运作 企业参与农技示范中心商业化为何备受非议 在做这个商业化运营的时候 你是需要特别谨慎的 不同的国家 实际上它对这一点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龙行天下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从民族保险品牌 到跨国金融保险集团 为您分担风险 与您共享太平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湘江百年 繁华璀璨是它的气魄 多元兼容是它的灵魂 它是国际都会 汇穗中西文化 是金融中心演绎灵活创新 以多重视角 走访不同阶层行业 探寻大湾区建设框架下 香港未来发展新机遇 香港新试点 星期二 凤凰卫视中安台 那一年 武昌城下一声枪响 划破帝国的漫漫长夜 一百一十年过去 从黄鹤楼上俯瞰 当初那些炮火纷飞的街巷 已很难辨认 那些貌似推进的士兵和学生们 也早已不在人间 他们是小人物 想做的很多 能做的有限 但他们也是大人物 正是在那个夜晚 他们成为撬动历史的支点 为中国启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 其实就是袁世凯53岁的生日 那天 北洋旧部 亲朋好友 来到安阳环上村 向袁世凯祝寿 大家纷纷表示 员工必将启用 袁世凯保持微笑 他早已收到消息 武昌发生了一场起义 把瑞城给吓跑了 不过那时候 在他看来 那或许又是一场短暂的火花 很快 朝廷就能够收拾局面 就像过去十几年一样 但他也马上递了折子 提出一些立宪改革的建议 以缓解被激化的满汉矛盾 三天以后 袁世凯收到了朝廷启用的预旨 这个生日算是没白过 袁世凯向朝廷显示着自己的忠诚 但是另一个朝廷命官 已经开始跃跃于世 他就是早年加入同盟会 并向孙中山建议过首都革命的蒋座兵 此时他正担任清廷军衡司的军衡科长 陆军大臣英昌 让他来安排南下的军火弹药 他当时他负责了 他负责他就把炮先运到前线 你看清军有炮了 我运输到了 他把炮弹放在编组列车的第五十一序最后一列 这样子一续一列地走 而且当时是单轨 又是蒸汽车头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加水加煤 而且又是走走停停 速度是非常慢的 所以这个炮运到了 隔了十天 这个炮弹才运到 所以造成了什么局面呢 就是清军啊 在镇压武昌起义的清军啊 72门大炮 只有25发的炮弹 就是三门炮 只有一发炮弹 这个局面 一直整整维持了十天 可惜这宝贵的十天 并没有被充分的利用 当时的明军 在这个战争过程中 认为是胜利了 他们停在这个捏口不下来了 他感觉到没问题啊 所以他就住宿在刘家庙这个地方 庆祝胜利 浪费了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 也不做公事 匆忙组建的明军 很快显露出自己的幼稚 没有扎实的部署 而且频频更换指挥官 犯下军事大忌 因为在初战胜利过程中 明军是使了一些指挥员的 那么后来他们讨论 叫谁做指挥员 一开始叫胡英 这也是个同龙会会员 但是胡英说我不干 他退掉了 然后叫一个新军的协统 姓将的江明叫他做统领 江明一听清军要南下 他也不敢 我弄不了 而是怎么办呢 叫一个新军的标筒 张景良 做前线指挥官 张景良做了指挥官之后 既不开军事会议 也不发布命令 听任整个队伍一盘散沙 与民军在战场上的松散 形成对比的 是袁世凯的好整以侠 自从英昌北上之后 他已经开始调整队伍 准备南下 冯国章问袁世凯怎么打 袁世凯讲了一个 类似于故事的样子告诉他 你知道怎么拔树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 拔树就从树根开始挖土 然后来回的推左右的摇 它根就松动了 你就给把它拔起来了 哦 冯国章听了恍然道 原来袁世凯要他先猛攻 然后左右摇晃 把革命军弄掉 10月27号 袁世凯被任命为胡广总督 兼钦差大臣 以冯国章领第一军 段祺瑞领第二军 先后大举南下 由于民军没有充分准备 冯国章从设口三道桥 一路强攻进入汉口市区 汉人打汉人 不是满人打汉人 也不是汉人打满人了 而是汉人打汉人 湖北民军再次与亲军交手 民军不敌 后撤到大志门 刘家庙失守 此时汉口军政分府主任 詹大碑发现 前线总指挥张景良不见了 革命派一看怎么统领没有 人在哪里 于是去找 发现他正在跟张彪巡方颖的军官 在那里对话 磋商 咕咕咕咕咕 好 那个詹大碑就气死了 原来你这个家伙就是这样来做总司令的 抓起来 当场就把张彪 把这个张景良炸起来 当场就枪毙掉 亲军不断增援汉口 民军伤亡越来越惨重 炮队队长蔡茂 赶死队队长马荣 相机阵亡 再加上张景良投敌被处决 前线无人指挥 汉口局势已危在旦夕 一个消息忽然从天而降 黄鑫来了 越往前走 越要看得全面 前瞻后顾 追溯源头 重组新闻篇图 华润凤凰交定关注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升温威胁加注 财经正前方 星期五 奋务黄卫视中安台 10月10号当晚 武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上海 正在办名利报的宋教人 立刻给在香港养伤的黄鑫拍电报 要他尽快北上 黄鑫和女友徐宗翰一起赶到上海 在那里 他们得到广东女医师张竹军的帮助 一群革命党人化妆成了医生 搭上了红十字救伤队前往汉口的轮船 10月28号 黄鑫和宋教人等人 赶到了战事震撼的武汉 黎元红特制一面大旗 赏书黄兴道三个字 叫人骑着马 举着旗 在城中跑了一圈 一时间士气高涨 人心大震 他不是在几天以后才去上战场的 他是当天到了武汉就上战场了 就上前线去了 黎元红尘他吃饭他都没有去 他考察完了以后 他看完了以后 他就觉得自己只能到前面去弹子弹 去做这个不可为而为之的工作 冒着枪林弹雨 黄鑫亲自率领士兵 敖战于汉口市区 一度把阵线推进到新生路一带 但是北洋军的强大火力 使明军每前进一个路口 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惨烈的巷战 凸显出明军在作战经验和武器上的明显烈势 袁世凯 北洋六阵的武器 全部都是外国购买进来的 外国的武器在当时 要比中国自己制造的武器先进 他从国外买来 5.4厘米口径的克罗伯炮 买来了马克星机枪 克罗伯炮 5.4厘米的炮 应该讲不是很大 最多这样的 但它射程很远 射程大概要在6000米左右 当时死了 革命军人死了很多 很多事了 后来就是把他在汉口 埋葬一个地方 挖了六个大坑 挖了六个大坑 他们就葬在那个大坑里面 那个地方后来叫做六大坑 六个大坑 民军每日死伤人数 少则过百 多则过千 但是外国居民和老百姓们 没有做旁观者 他们开始帮忙处理尸体 运输伤员 来自各地的红十字会工作者 包括一群群女护士 给这场战争平添了一丝温情 我那个姑奶奶大一些 她就参加了这个抗护队 红十字会的那个抗护 当抗护 但我母亲比她小一点 我母亲也要参加工作 我姑奶奶就说 你年纪小 后来我妈妈就说 那我就去帮到 帮到里面洗药瓶子好了 所以我妈妈就在那个 抗护队里面帮着洗药瓶子 做这些打杂的事情 绷带也不够 洗绷带 伤病原用的绷带 洗绷带 洗药瓶子 做这些事情 战争永远是残酷的 10月31号 冯国璋下令部队在汉口放火 大火燃烧熊熊三日 北洋军边烧边推进 明军无力招架 退守汉阳 华中腹地最繁华的商部汉口 被复制一具 五分之一的居民区被完全烧毁 十年之后 方才渐渐恢复昔日的元气 11月3号 黎元洪在红楼前设议高台 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委任状 经此一败 黄兴的身份 从中国革命党人的第二号领袖 变成了黎元洪的麾下大将 考虑到这个革命的大局 这个需要 所以他就服从这个大局 哪怕是我是革命者 你黎元洪首先不是革命者 对不对 我还是去接受了这个事实 那么一个是保持武汉的这一种稳定 另外一个维系这个革命的 武汉这种革命的这种大局 这个比他自己在哪个位置上重要多了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 他委屈了自己 选择了这个 在这张于汉阳柏鸭台战时司令部拍摄的照片上 黄兴的左侧是日本人宣言常知 事实上 有不少孙中山和黄兴的日本友人 如北一辉 投山满 全洋溢 都已陆续在首亿后奔往武汉 孙中山的密友 日活电影公司创办人 梅乌庄吉 更直接向武汉方面捐出巨款 并派遣摄影师前往拍摄 纪录片和照片 今の金融的金融的金融的金融 今の金融的金融的金融 11億円から15億円ぐらいの価値 一回の寄付金融的金融 当时の映画というのは こんな大きな フィルム缶 缶からにフィルムを入れて それを船で運んでいた 実はそれは フィルム缶で フィルムが中に入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 全部 お金が入っていて 現金 だからまるで映画のフィルムを 上海に送るようにして 実は開けたら全部 それは革命軍に送るお金だったと 从日本 从南洋 从湖南 广东 河南 上海 各路援軍和志愿团体 纷纷向黄欣的大旗下集結 但是黄欣很快发现 虽然大家的革命目標一致 但是要统领一支官兵背景各不同 組織各不同 想法各不同 甚至 方言 籍贯各不同的队伍 弹劾容易 共军会和文学社一直是有矛盾的 在武昌旗前夕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调解之下 才联合起来 那么在这场战争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 上方的矛盾就出现了 所以有人说 归根到底是湖北人跟湖南人的矛盾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一二把手不一定替你这个第三把手的 第三把手也不会 因为你是第一把手就替你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是当时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意见 但是由于某种局部的利益的一种需要 又有另外的组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那不要说是不听指挥 是很难指挥 民军在退守到汉阳以后 曾经两次准备反攻 一次是用汉水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汉水进入长江的口 在汉水往上游走一点 就从龟山这个下面下去 从这夜晚就临时 找了很多小船 打着临时的那个浮桥 偷斗进攻清军 当时清军很恐慌啊 向后撤退 后来由于民军自己指挥也比较混乱 后来发生一些混乱 清军发现民军并不是那么强大 马上又反攻 这样民军又向汉阳撤退 这是一次 后来黄兴又试图组织力量 从武昌这边 武昌的长江的下游一点的 清山方向 清山方向 而且是直接从武昌 那是坐船 坐船呢 打到汉口 由于当时的指挥者 陈品荣喝醉了酒 也很混乱 所以这一次偷袭也不成功 在这个战争正酷的那个 熬战正酷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这个中高级指挥官 因为那天盯的是他结婚的 取亲的日子 他就也没有跟谁打招呼 就从前向回到家里去举行婚礼 后来他那个指挥的那支部队就受到重挫 那一年 武昌城下一声枪响 划破帝国的漫漫长夜 110年过去 从黄鹤楼上俯瞰 当初那些炮火纷飞的街巷 已很难辨认 那些貌似推进的士兵和学生们 也早已不在人间 他们是小人物 想做的很多 能做的有限 但他们也是大人物 正是在那个夜晚 他们成为撬动历史的支点 为中国启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革命者》 武昌手艺那一枪 湖北明军是一支缺乏战斗力的队伍 却是一支不怕死的队伍 从十一月中开始 明军和北洋军在汉阳 郭底山 仙女山 十里铺一带往复拼杀 十天之内 官兵伤亡高达三千三百余人 在撤退期间 明军和百姓遭受北洋军炮火轰击 长江低岸浮尸累累 倾城哀鸣 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却也是一场注定要胜利的战争 在这四十八天里 蜻蜓军队主力被牢牢牵制在武汉 数以万计的官兵市民在这个城市里倒下 不曾熄灭的首亿风火 早已燃烧开去 照亮半壁江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